掌聲來歡迎姿佑先生 哈囉 大家好 沒想到 我在這邊那個總統介紹 正常各位的那個range有點大 沒有 沒關係 其實今天我在這邊的一些分享 有蠻大多數都是一些案例的一些介紹 沒有很深的名詞解釋 所以大家聽一聽之後有一些感覺 然後如果有一些引起你們共鳴的話 也歡迎大家都來跟我討論 那聽說剛剛有個重點 就是等一下我結束之後呢 我會問我會問一些問題 然後有答對的呢 就這邊有三個 三個我們公司的一些奇想目的代表 就是代表的玩偶 可以分享給大家 OK 好 那今天跟大家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Istnake的共同裝扮人調柱 那現在 現在在Istnake單純技術長的一個職位 那過去我從2003年直到現在 就是一直在搞Istnake 就是Istnake 很快很快就帶過 因為如果要講我的故事的話 其實還有另外一個課題 那今天我大概會講的一些重點就是 什麼是Bidata 就跟大家講一下Bidata的觀念是什麼 然後為什麼大家一直在講Bidata 以及現在為什麼需要Bidata這個意義 以及我們運用在運用在哪些 我們現實層面運用在哪一些環境裡面 那最後有一些案例的介紹 就再包含了目前Pistnake有 提高官員推出一個也是Bidata產品 叫做Pistnake 跟現行的現行市面上的Bidata 一些分析公司有種差異 那最後就是一些案例的介紹 有很多很多的例子 首先很快的我們就進入正局 什麼是Bidata 大家再想一想 平常我們在寫日記的時候 就是寫一寫 我們自己一個人寫一篇日記 每天寫一天 這是Bidata嗎 不是嗎 大家想就知道 從數量上來看就知道 不是 因為就是一天一天的日記 但是如果我們把它群聚成 一個Prov的系統 一個Prov的體系統 這些承接上萬的人 每天到這個平台上面來寫它的可能是日記 可能來寫它的一些郵寄 寫它的開箱文等等 這一些我們可以稱之為它是一個Bidata 因為它的資料量夠多 夠複雜 再舉個例子 前陣子啊 就最近真的太熱了 前陣子就是在沒雨季的時候 一直在下雨 下雨天它是一個Bidata的數字嗎 其實也不是嘛 就是它只是一個天氣的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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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象 那但是呢 如果 我們把它累積成一個 我們一週 或者是一個月 甚至一年 每天的一個溫度變化 雨量變化 風 風力 以及一些紫外線等等 所有的數據把它統整下來 我們統真這一些叫做氣象資料 那這一些就是Bidata 因為它的一樣 它的數量都 它的資料量夠多 它的豐富性夠大 所以大概就是舉這兩個例子 讓大家知道說 OK 有一個Bidata的概念是 它跟其實我原本 比方說自己自我的一些資料量 跟這些大數據來說的差異性在哪裡 所以呢 簡單來說呢 我就總結了大概就有這三點 Bidata 有這三個特性 第一個就是 它是高容量 高容量就是 數量 數量多 就是高容量 第二個就是高成長量 也就是說 它在短時間之內 它會 它可以收集到很多很多的輸出 如果 如果我今天 我今天只是 我今天每天成長一篇 然後我寫了十年 應該說我如果只有一個平台 我一天有一篇文章 我十年也挺多 只有三千多篇文章 那這樣其實 它 你如果要變成一個大數據的話 你時間就要拉很長很長這樣 但是呢 所以我們通常在研究一個大數據 通常都是在一個短時間之內 它有一個很高的成長 成長的空間 第三個就是高變化量 什麼是高變化量呢 就是如果今天 我舉個例子來說 如果今天 一個 一個 一間賣場 它從頭到尾都只是賣一件商品 而且都是同一時間 同樣一件商品在賣 它最後出來的數字有任何意義嗎 沒有 因為我只知道它賣那些商品 我分析不出任何的 顧客的行為啊 我不知道說 商品跟時間趨勢有什麼變化 沒有 所以另外一個會讓大數據 有很大的意義是在於說 我資料量一定是要有多變 比方說如果像 比克邦的一個work平台來說的話 我們有 我們不是只有 只有 實際這些資料 我們還有旅遊 還有生活 可能心情日記 可能是開箱文 這些不同不同的變化 就是有很多的變化 所以造就了 B data一個基石 就是有這三點 OK 那接下來就切入到說 欸為什麼 你會幫你談B data這件事情 為什麼 為什麼 B data不是一個 就大數據嗎 比如剛剛這大數據有很奇怪的事情 我們不是只是一個全台灣第四名的網站而已 那當然前面上面 你們看到的就是Facebook、Yahoo跟Google 為什麼可以站在這邊跟大家講大數據這件事情 主要我們有下面的一些 data 第一個就是會員數 430萬 已經涵蓋了大概一半以上的發表創作者都在這邊 第二個就是文章數有3.31 照片數有4.51 以及每天的產生出來的文章跟照片 35萬、45萬 那這個就驗證了 我剛剛做的那三點 第一個 高容量 也就是說數量是大 原本我們就有這麼多的資料量 第二個是 每天的產出的量是多的 是快的 35跟15萬 那第三個就是它的變化量 我剛剛有提到 我們的屬性不是只有單一層面 不是只有照片 而不是只有可能旅遊類的東西 我們還有生活 還有3C 甚至還有娛樂等等 有這麼多的 就是剛好補合這個情況 所以我們願意投入在Bidata這一塊 那再來很快的 就跟大家提到為什麼我們需要Bidata 其實我自己總結下來 大概Bidata就是大數據就分為兩個趨勢 兩個層面 第一個就是我用來做資訊的預測 那第二個就是我用來做我的產品 或者是我的制度 甚至我的資源使用上面的一個效能的改良 因為有這些分析 我們可以做到這兩件事情 那一樣 我後面舉了一堆例子讓大家留一些感覺 OK 我先跟大家講一下就是 如果過程中你們有任何的疑問 反正就是因為我都是一些案例 我不是一些課程 所以如果你們覺得有興趣探討 你們隨時舉手 來 我們互相討論都行 OK 第一個就是資訊的預測 其實我剛才在前面有提到 氣象就是一個很好的資訊預測的一個指標 它透過收集了每年 每季 每個月 甚至每天 每小時的一些數量的一個變化 一些資訊的一個變化 包含了我可能是溫度 濕度 以及它的風向等等 所以我們透過這些今年累月的數據 我們建構出一些數學的模型之後 我可以知道颱風怎麼走 我可以知道封面什麼時候會來 我可以知道下個禮拜的哪個地方 溫度會是怎麼樣 濕度會是怎麼樣 這個就是一個透過過去的歷史資料裡面 我們推估出來的 我們分析出來的一個結論 那你們可以想像 如果今天台灣的氣象局只有成立一年 但是你做到這個事情 沒辦法 因為它資料量不夠多 它沒辦法去不斷的驗證錯誤 來修正它的數學的模型 我們的氣象局成立了大概將近一百年 其實也有超過一百年的資料 所以甚至在引用國外收集到的一些資料 來綜合出我們的一個氣象的一個預測 下一個例子就是大概在幾年前 Google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這是Google Blue Trends 它做了一個結論是它做了一個預測是 它可以在疾病發生前 預測出來說我美國哪個地方即將發生流行病的傳染 然後來適時的提醒大家 我們地區幾樣發生傳染 它怎麼做到的 Google其實它背後不 它本質不是在做這些這些數據的統計啊 那它怎麼做到這件事情 它的本業是收取引擎嘛 所以它會透過大家每天不斷的一直在search 你們打進去的任何的keyword 其實都後續的都是被它記錄起來的 所以它可以知道說我在哪個時間點 在哪個地方搜尋了什麼關鍵字 那會有這一個這件事情的產生呢 其實有一個背後的意思 就是背後的環境影響 也就是說美國因為地很大 所以當今天我發我覺得我快感冒了 或是我覺得我快生病了的時候 在台灣你就去找醫生 因為醫生可能就在巷頭 可能就在不遠處 可能行摩托路開車 5到50人輪到 但是他們不是 他們可能 我去找一間醫院 我要開半小時的車 甚至1小時的車 我才到的了 以及他們的醫藥體質上面是 你如果你看醫生 是很貴的一件事情 所以他們就養成一個習慣是 我在 我透過收取 我找到怎麼去解決我病徵的一個方式 所以有這個前提之後呢 如果發現 大概在某個時期的時候 為什麼特定區域都不斷的一直在搜尋 特定的關鍵事情 可能是感冒 可能是發燒等等 那這個統計最後有個驗證的結果 就是我們下面看紅色的線 紅色的線是美國的疾病管制局 它統計出來的那個 就是大家 大家的一些疾病的一個傳遞的一個數量 藍色的線是Google做出來的預測 我們會發現說其實很接近幾乎快很像 那後面後面會有一個大爆發 大突出就是有個落差 是因為其實環境一直在變 那Google的模型 Google的預測的模型 並沒有隨著環境的因素啊 或者是一些一些 就是它沒有隨著一些變化 去修正它的統計的模型 所以後面預測就有點失準 但是我們可以看前面 其實跟趨勢是很接近的 那這是 OK 藍色的調整 然後總共會 我們把圓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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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Bust上去的一個落差 這個沒有什麼特別的意思 這個沒有什麼特別的意思 就是只是讓你看一個趨勢而已 或者是他們那時候是 統計是沒有release出來的 那這個就是只是讓大家看一個趨勢就是說 OK 我Google預測的結果 其實跟事後疾病管制局丟出來的統計資料 有一定程度的謀合 就是match到 OK 證明說我數據的 我透過數據的分析 我的確可以看到一個環境的虛勢跟一些面光 喔這有點暗 沒關係 其實這個我只是也是要告訴大家說 百度在2011也就是今年年初的時候 他也做了同樣的事情 他針對中國大陸 他也去做了一個就是預測 在什麼時間點 哪個地方會爆發乾病流感 甚至廢潔的等等 這些傳染 應該說廢潔的不會傳染 就是傳染系的疾病 所以他們自己他們也 因為百度在中國大陸是一個 也是最大的風運期 所以他們也做同樣的事情 所以就可以看得出來說 其實大家逐漸的想 越來越想利用自己手上握的資料 來做一些資訊的統計 甚至預測將來會發生的事情 那再舉第二個我舉的例子就是 剛剛我說到第一項是資訊的預測 第二項是產品制度 或者是經用使用的改善 那這個是一個UPS 不是那個不斷電信嗎 是那個 是送貨的 那他們怎麼利用大數據 在美國的UPS 其實每天他們都開著貨車一直告訴他們 每來貨車上面都會有 GPS跟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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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線電的那個對檔器 所以他們就 每天這樣開車開車都會有一個路徑 他們就記錄著這些路徑的變化 然後 然後 累積下來的很龐大的資料之後 他們後來發現 他們統計出一個結論是 透過這些訊息 他們分析出一個結論是 今天如果我從A送到B的時候 我應該走哪條路 是最省時間 以及最少紅綠燈的 因為在 這通常也是在美國 在美國 你只要碰到一個紅綠燈 你就是要等 不管今天有沒有車啦 像台灣就是 你如果今天 即便那條路很大條 他有個紅綠燈 你就是過去了 那在美國不一樣就是 他就算是沒有人的十字路口 只要是有紅綠燈 紅燈了 他們就是停在那邊 所以他停下來 其實對他們來說 就是一個時間的成本 所以 UPS也做了一件事情是 透過他們過去今年累積的一些 行車紀錄的資料 然後 來回饋到他們系統上面 也就是說他們 他們自己添付有一套系統是 我從A送到B一點 我應該走哪條路 是最快 沒有紅綠燈 以及最不會塞車的 那統計數據顯示呢 他一年 他們透過這套系統 一年幫他們自己 單純在美國地區而已 少走 整個車隊少走了4800公里 然後省了大概300萬家人的油 所以這個對他們來說就是一個資訊 就是透過資訊的一個分析 來改善他們的產品 就是他們產品線的一個效率 再講一個大家比較接近的一地 這個是 這應該是 那個愛買或是家樂服 你們平常去家樂服的時候 會 你們結帳會 會給他刷會員卡的舉手一下 有嗎 有嗎 好 如果沒有會員卡就算了 就是 你們認為會員卡 對他們來說就是一個極點而已嘛 其實 對於這些料辦業者來說 事情沒有這麼單純 他透過 他就是透過一個機制 記錄著 你每次 就是你每次的消費的行為 然後適當的在 對的時間點 遞送給你相關的一些普莫的訊息 比方說 比方說 他分析你過去的行為 知道說OK 我是 我是 我到月底的時候 可能比較沒有錢 所以我都會買後面 那 我就可能在 20號 30號的時候 可能20號或21 22的時候 我就收到一個ED 他就寄給你的EDN是後面在特價 可能你收到的EDN跟我收到的EDN是不一樣的 產品推廣內容 那這就是他們透過可能會員卡的機制 或者是你的消費的行為 來記錄說 來分析 遞送給你這些商品資訊 讓你會更強買 那你們也可以看到說 其實每次你進去大賣場的時候 他永遠會變得 他常常會變的地方就是兩個 第一個是在進門口的時候 第二個是在結帳區的地方 進門口是一個概念嘛 就是告訴你說 現在你應該買什麼 什麼時間點到 所以比方說像中原補錄 或者是中原補錄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一堆拜拜的零食在門口 當今天中秋節到的時候 一堆烤肉去烤肉用品都在門口 那結帳區的結帳區其實也一直來變 是因為他發現 我通常買回一個東西的時候 我是不是在結帳 我看到這個小東西我會順勢帶 順勢帶一些東西 帶一些東西走 然後他們就會看到說你順勢帶的這個 他們可能會嘗試的丟一些商品在那邊測試你 測試久了之後他們就會找到一個邏輯是 大概什麼時間點你順勢會帶的東西會不一樣 而且會更強帶 來改變他再放在結帳區的一個商品的資訊 這就是大賣場其實也有用到 其實現在我們國內的大賣場 基本上都後面都有一套這樣的一個分析的機制 另外講一個比較遠一點就是 大家不會覺得很好奇是 為什麼同樣都是感冒 我跟你吃的藥會是一樣的 沒有道理吧 因為現在過去的過去我們的藥 就只能general的去治療 我們沒辦法說根據你的一個特技 來開給你最適當的藥 最快解決你的病症 比方說同樣都是感冒 感冒其實有很多的病症 包含我可能我是黃龍比較容易痛 有些人是很容易 比較容易流鼻水 但是過去醫生就是開給你床 不管 只要我說我是感冒 會咳兩聲 有一點鼻水 開了藥都是一模一樣 那未來透過大數據的分析跟一些用藥紀錄 甚至你的一些病史 男生跟女生其實我認為啊 吃的藥就可能就會不一樣 更何況是我跟你已經是不同的人 我可能比較容易咳嗽 我肺比較不好 所以醫生在開給我的藥的時候 他比較不會傷到我的肺 那如果你今天是一個常常會流鼻涕的 或者是他有過敏鼻塞的 那醫生就會更著重在這部分的藥量 那這就是未來Bdata他們其實 就是透過大數據的分析 他們想要 想要做到一件事情就是 是不是可以找到一種根治疾病的一個方式 透過這些數據 比方說大家的用藥紀錄 大家的病史 所以其實這也是政府一直在做的事情 為什麼大家看病要用健保卡 為什麼現在電子 就是大家在買東西的時候 盡量都變成電子發飆 就是不斷的一直希望可以收集大家的數據 來改善我們平常的生活的一個作型 甚至啦 有意思說就是 我們未來是不是可以透過大數據在找外型的 就是以及是更適合地球居住的一個地方 那當然這個就很遠很遠很遠 所以再回歸到來就是 其實前面講的這麼多 好像大數據是ONE 就是大數據什麼都可以做得到 大數據可以幫我解決所有的事情 其實這並不懶 因為你要做到這些分析呢 你要有一些條件跟有一些準備 那後面我提到幾點資料 第一個就是你盡可能的收集很多的資料 就是我後面會一下一下講的就是這幾點的代表意義 就包含第一個盡可能收集所有資料 然後定義你要找的範圍 再來就是你定義這些資料完之後 你需要一個專業團隊來幫你做這些資料的處理 最後你需要 也是需要一個團隊來幫你找到 怎麼改善你的問題跟解決你的問題 第一個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什麼叫盡可能收集資料 大家有在用Google翻譯嗎 其實Google翻譯它就是一個 Google做了很多bit data的事情 因為它的資料量實在太多 Google翻譯其實就是一個大數據的一個經典的例子 過去我們在做翻譯軟體的時候是什麼翻譯 我逐條逐條的 就是這個字代表什麼意思 我透過一個團隊我把它建立起來 我透過可能資料的就是 就是資料的一些建置 我把它全部建起來 但是這樣就會廢時又廢後 那Google怎麼做這個事情 它一樣它的本頁是搜尋 所以它就會去檢索很多很多的網頁 那很多的網頁裡面就包含了 可能別人就會幫它做好多語系的版本 中文版配上英文版 現在政府網站很多都有這些 甚至一些大公司的網站 比方說華碩 宏基等等這些 這些做全流性事業的網站 它就有很多語系的對照 然後Google就是順勢的 就都把它監坐起來 它就會有個Mate 雖然說比例上來說 它的準度是低的 但是以絕對數量來說 它可能就遠大於 遠大 不是可能 就是它就是遠大於 我們透過團隊主導見識下來的一個翻譯的一個結果 所以 所以它這個就是它背後使用大副句 在做一個分析整理的一個邏輯 那第二個就是 那第二個就是 呃 講得繞口就是 需求範圍的定義是什麼 我想講的就是 當你有一堆資料的時候 你就是必須要不斷的重複運用 你不是說喔我今天 我今天取得這一 比方說啦 Kiss內有3.3億篇文章 我有3.3億篇文章 我就分析一個 欸大家最想去哪邊玩 好結束 就這樣嗎 太浪費了 所以 呃 舉一個 舉一個例子給大家看喔 這兩張 哎呀 有點 都有點紅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 這兩張是同樣那張照片 那 它的差別就是 一個是對焦前面 一個是對焦後面 因為過去的相 過去的相機 是做不到這件事情的 因為 它當下拍完之後 收集完當下所有的 呃 資訊之後 就結束了 但是 這是 現在手機其實 我都把 我都把進一層叫大數據手機這樣 這是 地球上最強手機M8拍出來的 OK 那個 它就是會拍 它當 它把這個當下 照下來之後 它收集了當 這個環境下面所有的 所有的資訊 那今天 我要交點在這個位置 出來的結果 就會是 就像這個 這張圖片一樣 它交點在後面女生的Model OK 它就是這個樣子 但是呢 我今天要敢交點到前面這個男生 他用同樣一張照片 他也可以做到這樣的事情 那這個其實就是一個 大數據 它希望大家在運用的一個概念 你資料要不斷的重複使用 今天我這3.3億更文章 我用來看的是 生活的趨勢 大家出國對小孩去哪裡玩 我也應該可以再利用起來再看 在暑假的時候大家 或者是說大家在早中晚的時候 各想去吃什麼樣的東西 那再來分析 就是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另外就是一個專業團隊的建立 我們有了那些資料 有了那些分析之後 其實大家在講 大家常常在講說我做BDATA BDATA 我是不是都一樣 我是不是都一樣工程師才能做 其實不完全是 這是我們自己列出來 因為我現在有在做BDATA 所以我們自己列出來說 需要做到大數據分析的 還是需要這三類型的 第一個就是工程師嘛 你必須要有人幫你把資料 全部收集回來 甚至建立一個平台 來收集這些資料 第二個 他需要有統計 或是要跨的分析師 他必須幫你把這些 這個 這樣的人 是幫你把這一群 雜亂無道的資料做整理 做 做 歸類 第三個就是 他需要有專業裡面的達人 比方說 我現在有這些資料 這些分析師幫我做出來 這些統計 學家幫我做出來這些統計 然後 我對 我如果對3C比較熟 我就可以講出來 我看完這些分析資料之後 我就可以講出更 更就是後續的可能是 趨勢的探討 或者是方案的解決 所以不一定是說 我一定要資工背景的 我會寫程式 我才可以做BK 其實沒有 不一定 你可能你站的角色是 第2個或第3個 那 因為這個領域現在相當的紅 現在 在美國 通常美國這兩 統計學家跟領域達人 他們是 因為 分工的關係 他們通常 這兩個部分會比較結合一點 就是我本身是特定領域的專家 然後我去學了 統計跟量化分析這件事情 他們在美國 這個職業 這個職業 大概年薪都是10萬美金以上 也就是大概300萬台幣以上 這是最基本的 所以這一個 這個行業 現在甚至比上面的工程師 來得更吸引的 那最後就是跟大家 整個流程裡面跟大家分享 就是會有一個方案 解決方案的探討 那我們的步驟大概是 這樣子 你有了資料之後 你要變成資訊 有了資訊之後 你就要開始變成 比對跟分析 最後再幫你起來一個 解決的方案 其實前面都講的有點硬啊 我跟大家舉個 比較耳熟能詳的例子 大家有在喝茶吧 就是三個五池 可能都會去便利商店 買一個罐裝茶 或是飲料等等 我就舉 這都是統一的 統一的茶 有查理王 有純質茶 有麥香 那這三個對大家來說 其實我們可能都 它就是茶 那其實它背後也有一個 還蠻不一樣的意義 首先第一個就是 應該跟大家講一下就是 這些茶在每年都會有上億品的銷售 那銷售這麼多 他們為什麼可以賣這麼多 不是說 我今天只要會打廣告出去就好 就會有人買 其實不是 他們後面做了很多的功課 那他們怎麼做 我大概把那個脈絡跟大家講一下 首先他們就會去請資料公司幫他們做一些 一些資料的分析 包括你有沒有買過茶的經驗 然後對茶印象最深的廣告是什麼 以及我大概我喝茶的時候 我的心情有什麼樣子 然後我年齡跟喝茶的習慣的交叉比對 幫他們做出這些 原本大家買茶跟喝茶 是一堆雜亂無章的資料 透過了這些統計數據之後 我把它變成了資訊 但是其實如果你是統一的老闆 你看到這些 你不會有概念 就是有這些數字 所以下一步就是 他們找了一些團隊 可能是市場調查團隊 可能是一些專業領域的分析的團隊 開始討論說 我用了這些資料 然後這些資料 背後會帶來給我什麼樣的意義 其實這就是結論 純資茶 相信大家在廣告的時候都會看到說 為什麼他跟籃球比較有一個相關 就是他常常贊助的就是三對三鬥五 或者是之前都覺得有一個廣告 也都是在打籃球的時候一個廣告 賣香呢 賣香紅茶 他主打的就是 欸 學生族群 或者是在求學期間會想喝的一個茶品 原因是什麼 可能是因為他比較便宜 他比較 而且他很甘甜 不一定 那茶禮王呢 這也是他們統計出來的一個結果就是 欸 大家在喝茶禮王的時候 人論情境是什麼 是後來他們的一個統計結果是 我在旅遊的時候 我在出外踏青的時候 我會比較 就是使用者會比較 有力去買茶禮王電池 所以他們後來在下 行銷預算在打廣告的時候 就會更著重在這個方向 去做一個 一個 遞送 所以 我們在 如果去那個 玩微秀看電影的時候 前面就有一個很討人厭的廣告 就是原本以為是微電影 後來摸了一陣子之後 摸了一陣子之後就發現 欸他是茶禮王的廣告 然後麥香一樣 他就是 他的廣告就是 學生 年輕 那 純資茶就是 運動 籃球 這就是他們打出了一個 透過我們分析的這些結果 打出了一個差異化 不然我每年 我每年可能都是有 一億兩億的行調預算 難道我就是要這樣隨便的砸下去嗎 砸到電視廣告 去隨便砸嗎 其實 這些老闆他們在花錢的時候 也會想得特別仔細 就是 我到底要怎樣砸 砸這些行銷預算 對我來說 是 是最划算的 所以就會有一個結論 就是 有透過使用這些數據分析的 做決策的公司呢 比沒有的 生產力至少高出6% 那 大家不要覺得這6%其實少少 我們就 之前蘋果的市值 就是Apple 大家在用iPhone Mac這個電腦的Apple公司 他市值5000億美金 來說6%就是30億 30億美金 6%是300億 30億 30億美金已經是台灣 千百大公司的一年營收額 甚至還 就是還在台平道前面去 他只是因為放入了數據分析 提高的一個 提到 提高的 提高的那個revenue的部分 就到了6% 所以 這告訴我們說 其實做數據分析的決策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好 好 再來 再回到了就是 國內的產業 其實我們 國內其實有很多的公司 都已經在做 在做大數據分析 在做分析的廠照這件事情 包含了 像我們的PeaceInside 或者是iBoss IBM 甚至OPQ等等 他們都在做 那每個人 每個人都有自己一套 強的地方 但是 不免俗的就是 這些人他的data 過去 我相信大家 應該說 統計下來就會發現說 這些數據分析公司呢 他們大部分都是從 比方說 我一個新聞網站 RSS 或者是一些Blog啊 或是Facebook 或是YouTube 或是Twitter等等 這些Social Network 把資料都爬回來 也就是說我們剛才前面有提到的 工程師要做的事情 把這些資料都爬回來 但是 這是大家都在做的 所以 大家在做的就是 頂多的差異就是 喔 我到底那個語意分析準 或者是不準 或者是我到底還有什麼更 附加的一個 可能後面Consult的一個能力 我幫你解決什麼樣的方案的能力 但是其實大家都忽略掉一點就是 做了這麼多分析 其實人的行為是最令人感興趣的 你會想知道 到底什麼樣的人 或者是 這些人在你這邊做了什麼事情 以及他未來會做什麼事情 我們不是只是要一個 大家說 大家做我的產品好 不過大家做我的產品不好 其實大家會想 更想知道的是 你們到底在這上面 會貢獻出什麼樣的資訊 跟未來他會貢獻出什麼樣的資訊 好 所以呢 這個是我們自己 我們自己 也是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就是 這是我們PeaceInside 就是我們PeaceNet的一個公設 一個大數據的產品 就是PeaceInside 我們自己創了一個 定義 就是對人的分類 我們把它分成三支小數 OK 要記清楚 第一個就是作者 作者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像 就像在體育方裡面一樣 我就把刀 我落裡售師 或者是我一些大方 就是旅遊的大方 他們就是我們在我們 網站上面 貢獻內容的一些作者 那 他就是 他的寫東西的行為 就是我們 我們 我們 呃 其實在最上面一開始有講到 就是我們 現在大概是 呃 台灣的社群網站裡面 涵蓋率 佔到了80% 所以也就是說 每五個人裡面 又有四個人 會瀏覽 瀏覽過普通方的內容 所以我們 很有 很有自信的跟大家講說 這一些瀏覽者的行為 我們都是可以 可以抓得到的 最後一個就是 互動者 什麼是互動者呢 你們上 Dancebook的時候 會去按Live 你們看到一些 還不錯的 論壇文章的時候 你們會回說 欸 推 或是 好 好 手發 或是 大大 感謝大大 等等之類的 這些就是 這些就是 互動 互動其實就跟 其實跟 他是瀏覽者的進一步 進一步 他會讓我們更知道說 喔 其實這個人對於這個議題 是比瀏覽者的興趣 要再高出一些的 因為他會來互動 那有了這些之後 我們就可以知道 我舉個例子 我們為什麼要知道這三個人 過去我們在 我比方說一個3C的部落客 我如何在他的側邊放的廣告 那大家平常 大家直覺就是 不管就是手機的廣告 要嘛就是電腦的廣告 但是呢 其實或許 我們透過這三個使用者的行為 我可以分析出來說 喔 原來在進來這個3C部落客以前 我這個使用者 我之前可能看了 他的一篇美食的文章 我看了一篇家居的文章 裝潢的文章 所以我進來是3C部落客的時候 我在旁邊的人 我可能吐給他 我可以吐給他 我可以吐給Tia的文章 我可以吐的是那個HOMEBUS的文章 也就是說他的 他的資訊的遞算會更加精準 而不會只是說 因為他是3C部落客 所以我只能放3C紅包 這只是一個其中的運用 當我知道這些三種人的行為的時候 我可以綜合出更多 更多可能性 那再來就是 最後啦 最後 有幾個 我們Piceman 在這一陣子 我們從去年年中一直到現在 我們透過這些大數據 我們做了一些案例 然後讓大家 給大家參考一下就是 Piceman到底做了 就是有做哪些案例 然後給大家看到一些什麼樣的結論 第一個就是 史安的問題 史安 相信大家在去年 甚至在前年 常常就會聽到新聞 新聞出來說 什麼油啊 又是黑心油啊 又是黑心油啊 或者是哪一間的麵包店 那個麵粉 黑心麵粉啊 之類的 那我們就是透過我們這個大數據的關係 我們就找到了一個 一個觀察一個趨勢 我們就發現說 在新聞爆發的時候 就是這是我們最後統計出來的一個發文的 發表文章 就是相關性文章的一個數量 這些高空點其實就是 這是我們先 我們先做出來的 應該說我們做出來之後 我們去驗證它到底對不對 後來我們就發現說 這些高空點都是在新聞發表的時候 比方說 像第一個就是 有一個黑心油賣七年 延防大捧波產 新聞爆發的時候 爆發的時候 它就BUST了上來 然後第二個就是我們看到的是 都會性的女性 它對於這個史安的問題 比較Cat 原因是因為 通常女生都會幫家裡準備 可能是便當或是三餐等等 所以他們都會 就會比較關注在這個議題上面 所以 這個告訴我們什麼 其實這個是一個 就是一個多方的解決方案 包含如果今天大鵬要來找我們做 我要怎麼改善他的品牌 品牌的那個 品牌的黑心這件事情 我們就跟他講說 你不用去對於火鍋大眾 不用去對火鍋大眾宣傳 你知道這對都會女性 去洗他們腦 跟他們講說 你的油已經安全了 沒問題了 等等 就是透過這些 這些數字我們可以看出來 平常也是可能在新聞上面 看到不同的觀點 然後第二個就是 我們也做了一個下午茶調查 那這個下午茶調查 我等一下後面會放個影片 幫大家看一下 就是其實 他對於 他對於 大家 對於下午茶的印象 可能就會有所 有一點感官 OK 茶外來吃 你下午茶的聲音特別好 而阿菲人最愛吃下午茶呢 這個牛尼服務 是以三十一到三十五歲的出手禮 最多 我們華家 民眾只要跑步 為了就是要吃一頓下午茶 華麗早餐糕 或者是海鮮大餐 在日本來來任何人的熟食 進去中間在下午茶 日出發取得高 下午茶價格很划算 因為他一般的晚餐 大概是現在下午茶價格的營餅 如果有朋友 他每次都會覺得 我們吃下午茶吃到好 他說 不要吃早餐 不要吃中餐 就等起來吃下午茶就好 他每次都會想吃 可能享受休息時光 競爭很激烈 因為如果沒有先敬畏 就只能在外干的 等候服務 第一次看到這場面 有什麼感覺 好像沒有不景氣吧 消費者他們都會喜歡這個季節 然後我們用季節甜點 來作為一個甜點的訴求 他們都比較喜歡 然後也比較多演化 所以叫我們午茶晚餐 跟那個下午茶都是沒有重複的開設 台灣人到底有多愛吃下午茶 網路業者分析 當官文章 並分年會一篇 發現在2012和2013年 有關於下午茶的相關文 就有2965天 有個別的討論數 撐到1954折 總流暖數更達到990萬一次 這次拍子到朋友 笑得還不錯的 尤其是下午茶部分 因為境外非常踴躍 所以大概有在業期兩成左右 下午茶粉絲 族群體力大公 是31到35歲的青熟女 有26點押 第二則是36到40歲的女性朋友 佔比16.9% 特別的是 現在連環境也懂得享受 下午茶時光 人數甚至超越多些年齡很明顯 以往下午茶都受甜點 可是現在下午茶 連遭到不同的事實 我覺得還不錯 內容物也沒有比晚餐少太多 不容許下午茶 不容許下午茶遲到老 但年夜者瞭準 幫商品女性族群推出英式 下午茶 假日單點抗餐 又要1.078元 這樣學的話 雖然就是會有一點點高 可是我覺得就是上班很累 那所以這樣子的花費 是還蠻可以接受的 所以大概多久可以吃一天就這樣 可能一個月兩次吧 再來這邊享受的話 也不一定就是已經要吃到飽了 花錢池茶餐移眾圖的是會不斷的感受 至於哪是最好的用餐地 現在星球提升到 使用高商品電腦掌握下午茶命境 佔頂45.6% 而零貓通訊搜尋餐廳也同樣卸了4.5% 另外雜誌等平民報道約站不到一成 所以我們會去查一些 來 follow 一些部落客的文章 像最近就是有看到一些 就是有戀愛口袋的名單裡面 也許在年輕人吃美食也無望分享文章 其中午茶文發文最高峰是在星期三 而瀏覽人數最高峰則是在星期一 零貓通訊搜尋餐廳是想讓 既有美食就可以賣賞自己的午茶 小確鏡 上載你們的Monday Blue 說掰掰 日月新聞臨時賺停台北報導 其實現在回歸到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午茶最後我們做出來之後 剛好也跟上傳新聞報導 那有一些翻譯業者 他就會來找我們 就是說 沒錯 就是我們做的這個分析 我們做的這個分析 原本他們的下午茶 大家就想說女生吃的嘛 然後都是甜點類的 然後後來就是 為什麼業績一直不起來 原因是因為其實 我們看到其實環境是有在轉變 但是這些飯店業者他可能 他可能只是過去從他的營收裡面去看 推估說他接下來的營業的 就是營運的方向是怎麼樣 那我們給他這樣的一個分析就是 讓他知道說其實 可能跟你過去想的是不太一樣 第一個是 男生也是 也是會切入在下午茶這件事情 以及 所以你的餐點的選擇 就不能只是完全是甜食 你可能要有肉類 你可能要有海鮮等等 那再來就是價格 大家會覺得我一定要甜點 但是甜點可能對應到的就是 他的菜色就是苦苦 那其實我們剛才看到 我們分析出來的結果是 會大多會去想說下午茶 就是想說那個氛圍 所以你們在裝潢上面 如果有特別別出信來的話 也會提高你們的 就是營運的營收等等 所以這也是後來我們做了一個數據的分析 提供出來之後 有一些飯店業者他就來詢問這樣 那最後一個例子就是 現在年底選舉到了 那我們也同步跟上這波的熱潮 就是跟大家講說 我們自己再嘗試做做看 就是像之前那個Google證明一樣 我們是不是可以透過這些網路的趨勢的一個文章 來到處來試著找出一些邏輯 預設看看說到底這一屆的選舉誰會勝出 當然這也是我們正在觀察的一個點 那其實我們也在試著做做看說到底透過這些網路的聲量 可以找到這個趨勢 那這也是我們除了細有的現況的一些探討之外 我們也希望可以做到一個趨勢的一個分析 那希望對於這些 大家利用這些數據之後 有一些更進一步的幫助 甚至更進一步的探討 那其實我今天的分享就大概到這邊 OK 那我先看看大家有沒有什麼樣的問題 好 我等一下問問題的時候 我朋友一定不會往前翻喔 OK 大家有問題嗎 反正等一下三個問題也很快 所以我們還有一點點時間可以回答大家的問題 OK 好 好 讓我來問第一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 好 大家準備好了齁 都醒了齁 第一個 第一個 第一個問題 我們來送這支好了 之前 我們每支都會有個編號 這是 每支的編號都不太一樣 也就是會告訴你這是限量的 OK 第一個問題是 我剛才在同影片裡面有提到說 我們為什麼需要大數據 他可以做到哪兩件事情 好 等一下 我數到3號 1 2 3 好 空間開位 OK OK 好 恭喜他 OK 好 恭喜他 OK 好 恭喜他 第二個問題 好 我們也來 第二個問題 我也來送這個好了 好 一樣 這也是不同的編號 那這個問題其實剛剛我提示 我提示大家說我會問的 我們 我們 Peace inside 這個大數據的產品 它注重在 人的部分 那我們 總共分成 哪三種人 OK 好 那 不要跟我選 我等一下請那個工作人 幫選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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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一位 好 因為壞人 讓你們做 好 你們 1 2 3 哪一位 我 太冷了 我 我 好啦 我 是我 是 是 我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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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OK 恭喜 最後一個問題 這是本公司的新產品 其實我們自己都還沒有 因為它是在 他還在實驗性質的階段 那什麼叫實驗性質呢 其實他是一個那個抱枕 也就是說手杯伸進去之後 你們剛才如果要休息趴睡的話 就不用這麼辛苦了 把這墊在下面就可以了 那其實他就是我們這個吉祥物的手 他就是吉祥物叫皮克魯 然後這是他的手掌 這個問題就是會問說 其實我剛才有舉一個 我剛才有舉一個統一的例子 那統一的例子裡面 我舉了那三個產品 然後那三個產品 他等一下又講出來那三個產品是什麼 以及分別他最後行銷的對象是誰 都需要講出來 OK 一樣 壞人讓工作人員當喔 一二三 好那 嗯 我想說大家都男生嘛 然後我想說這次機會讓給女生 那我們女生有人舉手嗎 沒有 我們要由女生來講 一位女生想要說 還是男生想要辦 takie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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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大家那位女生 那我們那個女生 package 好想講 好想講 沙利王是女友 賣香花的起司 這次是一塊 OK OK 打PASS 咦 咖啡照 OK 好今天 今天就到這樣 那 如果未來你們 大家還有什麼問題的話 可以 透過工作人員 再來聯繫我 然後看你們 你們有想這問題 那如果還需要產品 還需要我們的 玩樂或抱枕的話呢 未來其實 還有很多 我這樣實際上 我們可能之後 也會有 還有一些 一些 一切的 合作 然後 我們可能 還是會 我們就說會再 再有一些 獎品出來 大家 隨時錄一觀察 好我們 未來也有可能會去賣 OK 謝謝大家